十日到期 我终于熬过来了 让我确认一下啊 你们两个真的不想争虫吗 千真万确 比珍珠还真三百个百分之一 客官上说 先不论我这个妖妃争不争得着 主官上讲 我对皇上的兴趣还没有搞发明大了 听上去非常有可信度 就是萧贵人 本名闻人哪下 和皇上呢是青梅竹马 他爹啊也就是我们康国的大将军 顽固之后呢 皇上见他过苦无依 怕他想不开啊 于是就把他接见了 皇上彻底把后宫当受有所用 他的心思啊 根本就不在皇上身上 整天独来独往 伺候他的宫女啊 见他前途无望 所以明里暗里都更奇怪 萧贵人 奴婢刚打扫的时候 不是弄湿了您的枕头 今儿天这么好 奴婢帮您晒晒枕头吧 太疯了 他太可怜了 不行 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不管 对 我们不能不管 我愿意跟所有 不想争宠的人做朋友 我们得帮忙 走 等等等我说完 怎么跟我们想念的不太一样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 剧情会这样发展 看什么看 再看挖你们眼珠子 脾气正好 本线也好 你爷们儿啊 在哭啊 爸 郁泉公那位叫你过去 猪子 猪子没事吧 卢贵妃啊 她骄纵霸扈 常年内分泌失调 瞪你一眼 你的血槽就下去一大半 来人哪 打 等等 贵妃娘娘 我还一个字没说呢 优秀的反派 从来不听敌人的废话 动手 你信我吗 不管你信不信 请保持这个姿势别动 娘 这是在对阵投怀送爆吗 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我们都是皇上的女人 在这里扎都是讨论 红杏出抢的事情 你真的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 听者都好刺激的 我现在离红杏出抢 那也就差几根男人的事 领军变黑了 果然有毒啊 这是谁做的 这 糟了 你吗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